那當時正常公司在台灣嘛 他經營台灣 那朱樹櫃就是他的監軍 監軍喔 還是要有一個大明王朝的血統王爺作爭 有個血統的 諸家的來去監軍 對 朱樹櫃他那時候王府就在這裡 那後來施朗功課台灣之後 康熙皇帝就把朱樹櫃的王府 就試給施朗 對 那施朗不敢說 一個傳說他不敢說 為什麼 你住進王府你在想什麼 對 皇帝會不會 所以你有不夠那個 可能會有叛邊之心 或有惡心嘛 有惡心嘛 對 所以他就 據說找到資料 那這個 歷史上各個學派 可能講都不太一樣 施朗就上書文 然後把這一間廟建成大建後果 是